大家好,我是徐佳龙,来自一法半导体亚太工业电源与能源技术创新中心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140W PD3.1快充解决方案 该方案集成了ACF、SR、RodeSwitch驱动以及P.301协议等控制部分的一体化数字解决方案 极简的外部电路缩短了整个产品的开发周期 该方案适用于PD3.1快充以及适配器 ST1 HP一体化数字方案关键参数如下 输入电压范围90-264VAC适用于全球输入电压范围 输出支持USB PD3.1协议 SPR5-9-15-15V3A,20V5A,EPR28V5Amax 完载效率90V的时候为93.2,115V的时候为93.9 230V为94.4V 平均效率满足COC TETA2和DOE Level 6要求 高的开关频率实现了高的功率密度 功率密度高达25瓦每立方英尺 该方案采用半有源桥加CRM模式PFC加非对称式有源前卫反击ACF SR电路结构 PFC控制器使用依法半导体的L6563S零件模式PFC控制器 该方案具有输入电压跟随的增强性零件模式PFC 能有效提高全电压范围的各点平均效率 功率器件采用STL36N60M6功率硅MOS典型的RDS-ON 91毫600V采用8x8的封装 具有良好的导热性以及便于生产安装 整流二级管采用STTH5L06B-TR 是一款超快恢复整流二级管 典型VF低至0.85V TRR为65nm 采用DPAC封装 具有良好的导热性能以及便于生产安装 ACF SR PD3.1协议 以及Low Switch采用ST1-HP 一体化集中数字控制器 且具备X电容放电功能 配合MASKAN-E组成的新型非互补式ACF方案 该方案具有原复边隔离 极点的外围电路 极大的缩短了开发周期和成本 集中数字控制器的方案 也极大的优化了效率和提高了功率密度 配合使用的功率器件MASKAN-E 是一款包含隔离驱动的PowerGAN 该系列具有多种不同的RDS可选 功率可覆盖高达500W 推荐应用于ACF半桥和ALC半桥使用 采用9x9封装 具有良好的散热性及便于生产安装 有需求的客户欢迎联系我们了解和沟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